這個鞋子在哪裡 這個鞋子現在沒有了 這個鞋子在哪裡 這個鞋子就是 這個鞋子應該就是本來的中列 現在的中列池 在高雄 高雄現在建一個在萬壽山上 反正國民黨來的本來日本鞋子 都完全變成國民黨的中列池 裡面放日本人 後來都放中的人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 就是結果台北城 日本人來也瘋掉 請大家看 瓦解台北城 台北城拆城逐路計畫 日本人來把這個台北城的城牆都拆掉 本來是有城牆的 我要給大家聽 春尚義雄這個日本人的一個官員 採用的是漸進式的拆除台北城牆計畫 到了1902年 城牆已經拆到 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所得的食材都交給土木局 作為新建的官方建築 或者土木工程之用 那幾年在台北所建的下水道 重點喔 那幾年在台北所建的下水道 清條有下水道 沒有 沒去 那個名字就沒有 日本人來開始建下水道 以及主要的官方建築物 像台北車站 總督官邸 台灣銀行的總行 台北監獄署等 都使用了台北城牆的石材 城牆最後全部拆除 只在三線道路的圓環中間 保存了東門 景福門 南門 立正門 小南門 崇西門 北門 承恩門 日後這些城門在1935年12月 被台灣總督府指定為公告使機 保存到現在 這就是那時候倒閉的時候 那是什麼 政府 那時候日本人 其實是這個都市 發展已經到一個規模了 所以他所開路 我們台南也是聽到名字 其實剛才有說是一句話很重要 中國那時候在清條 跟日本在比賽西法 結果中國學到皮毛 北洋軍艦上面塞內衣 日本學到金髓 所以你看台灣不一樣 中國清條來到台灣 他去什麼 做一些統治實質需要的東西 但日本人來 還是有做統治實質需要的東西 但他讓我們什麼 下水道跟上水道 上水道就是自來水來給你 他讓我們水高 他讓我們衛星 他讓你公圈 他讓你立體 讓你總統府 總統府 這兩個不同的政治 都要耳皮毛跟耳精髓 這來補充一下 頂上看 不過這個順順是這樣的 因為台灣是日本帝國 會偷一個殖民地 對 他要在這個土地展現 這個帝國的實力出來 所以他的價位 都是百年大紀 對 不是中國政府來 他沒有把這個百年大紀 放在台灣 所以差別在那裡 他聽台北先生 大家都不知道 台北先生是什麼樣 這就是現在 來 上面看 這就是現在的愛國東西路 這條本來就是 車 南城 對 城牆 城牆 整個日本人聽到 做三線路 在愛國東西路 那整座都是 黃老師 我補充一下 其實日本 日本在19世紀上半月 大概30年代 40年代左右 推動明智維新 明智維新的 基本上就是 絕對要斬斷 中華文化 跟全盤西化 其實明智維新 就是全盤西化 日本人的現代化 可以這樣說 當然說全盤西化 你會說 日本人他們傳統 還是保留得很好 這個意思 就是說 日本人明智維新 全面學習西方的典章制度 跟科學文明 是 清條也是要做 清條也要做 那時候 中西論戰 這個西 到最後中國人自大 好像說中學還比較重要 是 所以中學為體 是西學為用 所以應該沒有西學皮毛 日本人 明智維新 半世紀而已 五六十年而已 就打贏了 甲午戰爭 千盤西化 對 好過誰出來 然後1895年 台灣就割讓給日本 日本拿到台灣醫藥 日本人其實他當時 打中國 其實他有一個思想 他覺得說明智維新做得不錯 我們應該讓整個亞洲繁榮起來 不要讓西方人來欺負我們 所以他想建立東亞共榮圈 所以台灣割讓給日本 日本他就想實現他這個理念 就是要對台灣推動明智維新 對台灣做一遍 就是台灣的現代化的過程 來 麥麗鳳跟我們的老師 要補充 等一下 郭榮園你剛才要創意 我才有創意 待會再給你補充一下 來 先休息一下 請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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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 電視野 提酒 感谢观看